一些事,无论对错,都已过去,别再受它影响,一些人,无论亲属,都已远离,别再受它左右,人生,难以回头,无法回头,渐渐的,都会老去,慢慢的,都会大傲,生命间,那些俘获,离合,那些是非,熊鼠,于心头,轻轻抹去,人生,所有的追逐,所有的憧憬, 终归就是一片空白,人间最珍贵的是,好好的活在当下,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,不要丢弃心情,友情,爱情,过去是,无可记得,现在是,随人即可,未来是,又何必老心,有些路,只能自己走,有些事,只能自己扛,人的一生,起起伏伏,匆匆忙忙,奔波不息, 别去在意,孤独寂寞,别去在意,坎坎可可,凡事不必苛求,来了就来了,凡事不必计较,过了就过了,遇事不要皱眉,笑了就笑了,结果不要抢求,做了就对了,生活就是一种简单,心静了就平和了,生命,直到停止,便明白, 原来,生空,死一空,人生一场中归零,容也好,如也罢,一切都会过去,别再委屈自己,委屈心灵,知苦,不是生活,应该快乐,笑看人生潮起潮落,守住自己的心,再不好过的生活,再难过的砍,咬咬牙,也就过去了, 对自己好,就要用心,对别人好,就要关心,看别人,烦恼起,看自己,智慧上,学会开导自己,让眼光放远,让心变宽,生活不是悲情戏,泪水多不是真理,人生缺少的不是运气,而是勇气,内心的软弱,才真是灵魂的缺失, 假如给人生寻找一个最好的活法,那么就是,忘了自己,忘了伤,流逝的岁月里,相聚与相离,都是一种缘分,一丝情意,一个美好,重要的,不是结局,而是过程,关键的,不是对错,而是尊重,生命的强和理,总有一些事,需要自己处理,自己办,跋涉的路途中,总有一些路, 需要自己盘登,自己走,无需抱怨,无需背叹,生命,就是迈进,就是盘登,有苦,也要忍住,人生,所有的伤害,演证着我们的胸怀,生活,所有的损害,看你是否放开,失去不一定就是失败,伤害不一定全是灾害,人生,伤得起,扛得住,生活,看得开,放得下, 试试啊,得试服,得少试的自己,喜欢更多精彩文章,哲理美文,敬请关注,白玉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